传道书 第十二章 你趁着年轻 衰老的日子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悦的那些岁月来临之前 当纪念造你的主 不要等到太阳 光明 月亮 星宿变为黑暗 雨后云又返回 看守房屋的发颤 强壮的屈身 推磨的妇女因人少而停工 从窗户往外看的眼光变为昏暗 街门关闭 推磨的声音微小 鸟一叫就惊醒 唱歌女子的声音也都微弱 人怕高处 路上有惊慌 杏树开花 乍猛成为重担 欲望不再挑起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 吊丧的在街上往来 不要等到银链折断 金冠破裂 瓶子在全旁损坏 水轮在井口断裂 尘土仍归于地 像原来一样 气息仍归于赐气息的神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全是虚空 再者 传道者应有智慧 将知识教导众人 他思量 考察 并列举出许多真言 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 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智慧人的话语如同刺棒 这些家言好像钉纹的钉子 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我儿 还有一点 你当受劝诫 住书多 没有穷尽 读书多 身体疲倦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结论就是 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 是恶 神都必审问